我们这一半目前有19位同学报名 那目前看到十几个那两个同学今天没来的样子 OK 那如果说我要看里面的结果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边就会有你们填的 如果是文字的话它会列出来 那如果说选项的话 像那个单选题 这边就列出来 所以它自动会把那个图给画出来 那个圆柄图比例上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这边大概三分之一吧 是选入门 大概三分之二是进阶 显见我们这一般的程度 应该又比之前我们那个前几期 好像要稍微有好一点点 OK 所以可能如果你是选那个入门的同学 你要有一点心理准备 就是回去要比别人多花一些时间做那个练习 那另外的话呢 希望上课以哪分为主 最多同学选的就这一个VBA 这个之后我们会讲 怎么样在VBA里面制定函数 所有的事情函数当然就以事业里面没有的函数 你可以把它变出来 量身定做 为你的工作设计出一个函数 一样可以插入函数 可以找到你写的那个VBA 这个当然也是我们上课的重点 OK应该没问题 另外的话呢 设计表单 表单也会讲到 OK 不过表单的设计会稍微复杂一点 不过其实也没有那么那么麻烦 只是说可能要稍微记的动作会比较多一些 因为它还要进到那个制定表单 然后把控制项放到你的那个表单里面 还要变换一些颜色 最后要撰写对应的程式 其实动作也稍微多一点点 不过也不是完全没办法 而且其实这个表单设计呢 如果比起那个其他的那个程式语言来说 是简单很多 因为VBA相对于其他语言 真的是简单蛮多的 OK 尤其像跟像什么 跟Python比的话 VBA是简单 因为直接就在Excel里面 也就是你把程式打开 马上就可以写程式了 那其他的话呢 还有蛮多同学呢 可能会需要那个多工作表的自动化绘程 好像最常被同学问到就是 很多个工作表 要把它变成一个工作表 那其实 当然我们后面也会讲到 多工作表的一些操作 只是说可能渐进的 我们刚开始会先从单个工作表 那当然在Excel里面 最基本的元素就是一个储存格 所以我们会从储存格到范围到列到蓝 再慢慢再到多个工作表的基本操作 OK 那当然呢 VBA程式怎么对应的程式怎么写 这个我想我们也许之后再来讲到 OK 不过还是采取渐进的 因为毕竟工作又稍微复杂很多了 所以也许我们这个之后再来看 其他的话大概就是还有什么 录制聚集这个一定会讲到 这个前面都没问题 OK 比较有问题应该是后面这些东西 还有同学 对网路爬什么有兴趣 其实VBA能不能做网路法 当然可以 OK 要怎么做 也许我们看 如果时间足够的话 我们也可以举个例子来说一下 OK 那其他的话呢 为什么选这门课 单纯是喜欢的 还有因为要因应那个大数据分析的这个 工作上面的有五个 OK 还有呢 身边同事都会 我不能不会 之前我问一个同学 他好像是这样的意思 他说身边的每个人都会VBA 而且每个人 Essl里面都按钮 按下去就OK了 结果他一个都没有 而且完全不知道人家怎么做的 后来问同事 同事就直接跟他讲 你刚才来报名好了 因为他要把他教会 恐怕实在是难度太高了 OK 那另外的话 为什么来这边通过网站的 推荐的还蛮多的 OK 也有同学是直接看到那个 我的部落格 还有我的网站 而来的 还不少 三个 OK 还有公司安排的 之前好像也有一整个公司 蛮多人就直接来帮报名 就直接来的 OK 看到广告了 OK 好 大概是这些 没有信箱 那再来 所以大概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所以看得出来 大部分程度 都落在进阶 所以你大概有个心理准备 接下来的话 这个问卷 所以第一个问卷填完了 然后我们有个结果 再来的话 就是填到我们的下一个 gg.gg的下载 然后帮我把那个什么 帮我把那个范例档下载 讲义这个也可能 如果需要把它下载一下 再来就云端白板画面 以后的话 主要我们的东西都会放在这边 所以你们只要有一个答案的话 上面你可以把它点开来 都会在这边 你们可以慢慢习惯这个环境 这里全部都放在我的云端上面 如果说你想要备份的话 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像这边 其实Google 我是没有把它整个 把它这个防止别人下载 所以如果你要整个下载 这边当然也OK 不过你上课的时候不要下载 因为大家都如果下载 就会塞车了 因为这东西还蛮多的 OK 好 第一个的话 先跟各位介绍 有关我们上课的相关的说明 那接下来的话 我大概课程说明一下 我们课程大概的规划 还有课程的安排 说明一下 那我们这门课程 我的名字 Google的话 你也可以Google到 当然呢 第一个课程纲要 那我大概等一下会说一下 讲师简介 还有参考书目 课程大概简介范围 我们有五大 主要把ECEL规划成五大类函数 按照每个每个类别逐一逐一跟各位说明 当然不只这五类 不过我只是举个最重要的部分 另外的话学习 我建议还是不要学死的而是能够活用 OK所以这边的话 我主要是去模拟一些情境 可能你工作上遇到几个问题 那你要怎么解决 那当然也就是 如果你用内部函数的话 它有个固定规则 你应该熟悉那个固定 哪怕那个函数你没有用过 你也可以很快知道该怎么用 OK 其实很多像程式语言也是一样 它其实就是 它有固定的模式 只要你按照固定模式 哪怕那个东西你没用过 你也会大概会用 OK 所以你说新的东西是新的吗 我倒不觉得 因为它基本上也是有延续性的 所以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我马上可以知道说 该怎么去理解它 因为都跟前面差不了多少 OK 不然的话呢 学这种电脑的东西太辛苦了 永远有学不完的东西 那如果你懂的方法的话 学习其实还蛮愉快的 不是被逼的 我是很喜欢 然后呢 只要有新东西出来 我可以马上去了解 到底有什么地方是新的 那我们这个课程大概有一个课程目标 如果列出来 大概会有这些 不过呢 目标呢 有点 有点大 但是 我们目前就把它当目标吧 不然的话八次上课要把这些全部都 都把它全部讲得很彻底 恐怕不是八次上课可以讲完的 恐怕一学期都 可能多 再多一倍也不见得 不过大概讲一下 第一个的话呢 希望你们上完这门课呢 可以熟悉Esser内建的总共大概250个函数 那你不可能我每个都讲 但是至少你用理解代替死背 不是叫你背假 而是说你要了解每个函数的使用大概规则 你大概就知道该怎么去使用它 因为它前面都有给你提示的啦 你只要知道说他这个东西我填什么东西给他 他就会吐给我什么我应该要的东西了 OK所以大概会讲 然后主要会举一些你一定要知道的函数 可是你却不知道 我发现很多耶 刚开始我以为大家都知道 结果原来大家都不知道 OK 很多方法我觉得如果你工作上会用的话 真的就可以省力很多了 OK 所以大概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从函数 会先讲函数 再到VBA设计 所以会有个渐进的 由浅入深 OK 也就是函数大家应该都可以接受 只是VBA也许大家不见得会写 但是你要慢慢习惯 以后甚至我们月后面的课程 就越直接就干脆讲VBA了 可能就跳过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 直接写VBA好像更快 尤其是越复杂的事情 不然的话里面即便有提供那件函数给你 但是你做做做做做到最后呢 太多太累 而且还不容易理解 反而这个时候看出VBA 反而变有点简单了 不是 这怎么 因为呢 你一个公式 你可能在VBA可以写十行 二十行 慢慢叙述没有关系 但是在Excel只能写一行 而且他还不能出错 错了哪里错 看不太出来 所以有的时候呢 反而VBA有它的优势 那其他还要录制聚集 刚刚有提过 怎么录制 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诀窍 会跟各位做说明 然后怎么样去学会VBA的一些重要的使用技巧 包含就是说里面的变数 回圈 回圈非常重要 回圈是什么 简单白话讲 就是重复做就对了 反正就跟 为什么那个滑鼠键盘 土法链钢那么慢 因为你不会写回圈 有人说 这东西写个回圈就好了 可是问题你不会写 当然就没办法那么快 那回圈就是你重复一百次 一千次 一万次 它就是在瞬间全部完成 可是这个时候 如果你用滑鼠键盘 你就是要这样做 所以你会发现 有人每天就在那边滑鼠键盘 在那边把自己当成一个回圈 就是 你知道意思吧 什么叫回圈 就重复做嘛 重复做 我看到每天 这样子的话 当然你把自己变成机器人一样 所以自然而然 你可能会有一些 什么五十肩吧 什么一堆的毛病出现了 手法会常常会痛 然后看医生干嘛的 这时候的话 与其这样不如动脑 写一点程式 就没有这种问题了 所以我绝对啊 如果我想到说 重复要多做几次 我一定用程式解决 我不会用滑鼠键盘 那实在是 不怎么聪明 我不喜欢讲那一个字 一个村 上面两条虫 没有 讲得太直接了 还有另外逻辑判断 因为回圈里面可能会什么 需要判断 那判断要怎么判断 是一个逻辑 两个逻辑 还是多个逻辑 OK 那如果有处 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 那你要怎么让它 有点像一个那个过滤 它应该走哪边 自动走哪边 自动该做什么事情 包含就是处理你的资料 跟格式的问题 有没有 比如说这个表 这个表格里面 它哪些资料 你要被筛选出来 显示不一样的格式 对不对 如果会的话 马上显示出来 程式一个回圈 添加一个逻辑 搞定 非常简单 OK 但是不会的话 就只能怎么样 自己慢慢来 我真的看到很多 每天都慢慢来 第一个伤眼睛 第二个伤你的手背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你眼睛恶化的话 OK 尤其到一个年纪的时候 你会发现老花眼开始出现 还有飞魂症 那就是开始你就需要了 不要动眼 应该动脑的时候了 OK 所以这些都是 当然看起来没什么 不过我觉得这是必要的 阿学会表单设计 然后把ECEL当资料库 这个也非常重要 所以ECEL能不能当资料库 当然肯定的 不然的话 现在SS为什么这么少人在学 有很多人会发现 SS学那干嘛 ECEL就可以取代它了 OK 所以呢 那怎么去操作 这个我想后面会提 快速学会网页下载 当然可能录制聚集 这个有点像网路爬虫 怎么把资料爬下来 不过这边会讲到 可能还是比较初步的 后续当然还有更进阶的 那其他的话 还有做一些什么进阶的 不过这些后面可能 就是延伸的部分 也许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 有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是初阶 后面还有个进阶 OK 所以不过这个可能还是要阶段性 我一直强调 学习还是要按部就班 否则突然学一个太困难的东西 你会 反而会有反效果 那另外的话呢 如果 我讲就是介绍我自己 如果你要找到我非常简单 你Google吴老师 吴老师的关键字的话 我刚才查一下 我用其他浏览去查 第一个这个就是我的部落格 OK 那我部落格里面大概有上百篇 上千篇的吧 上面的话呢 反正我城市相关的 这些 这个 这个 这个文章 里面的话呢 大概就是 会有 比如说 使用VP 这个回去你可以看一下 就我刚刚讲的 其实尤其像 这个有一个 班级 层级查询 如果你要 看 大家这有个大概 事宜就是 比如说我今天要一班 二班 三班的去切换的话 有没有 三班 也OK 有没有 点一下 这边的资料就这边过来了 他自动帮我把里面 这边如果一般的 自动搬到这边来 怎么做 这边有一个叙述 然后呢 这边有个图说 那如果你需要程式 程式在这边 OK 然后呢 怎么做 照着做就OK 底下还有更详细的 影片连接 OK 如果 其实基本上 我的部落格里面 有很多这种东西 所以如果你想要 增加自己的功力的话 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然后 我的 还有什么 我的这个 YouTube频道 我的YouTube频道 目前的话呢 订阅人数 大概只有 好像大概 两万七吧 OK 观看次数 大概六百多万 两万七 其实呢 不多啦 两万七 不过后来我发现 跟一些这个 所有的网红比起来的话 我应该还不遑多人 OK 我是有点 因为后来发现 最近那个什么 YouTube还寄通知给我 请我去参加 那个创作者的什么 什么什么会议吧 其实我本来没有什么 多大有兴趣 我看到有个网红 他说他 还不能参加 为什么 因为他还订阅人数 还没有五千 他四千九百多 所以一直呼叫大家 赶快订阅他 这样他才可以参加 然后突然想 他这么认真 才五千 不到五千 我没有认真 也算认真啦 OK 突然本来我不想参加的 突然有一点想要去参加 看看 到底那个YouTube 在干什么 OK 不过我的影片 说真的 就只有这些 就是上课录下的东西 不过跟其他YouTube 完全是走不同风格 OK 所以这个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其他的话还有我的论坛 这个论坛也是我架的 OK 然后里面的话有历来的一些上课的整理 所以如果你们要看的话 也可以自己稍微在这边看一下 然后大概就这样子 但我上过的课程 实在太多了 不深美举 我至少教过十种以上的程式语言 也就是说我教程式应该也超过二十年的时间了 只要大概以前用过主流的程式语言 我几乎都教过了 OK 然后这是我的一些简历 大家了解一下 然后我得了一些奖项 比如说什么卓越贡献教师 或者是最佳人气 OK 然后趋势先锋 OK 然后我的证照超过三十张 OK 这大概给各位看 最近有考两张拍神证照 OK 不过这都锦上添花了 纯粹是至于于人 至少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程式并没有那么可怕 而且其实你会了之后工作真的会轻松很多 但前提就是你要愿意花一点时间 动脑不动眼也不动手 OK 也就是你这个东西做完之后 你就不用再去动你的眼力 不断去check哪一个 所以常常讲说回圈是什么 回圈就是叫你不要用眼睛一直反复在那边看 重复的动作 重复的动作 跑个回圈 那可是你要判断的就写一个逻辑判断 就好了 去跑 你慢慢熟悉之后就OK了 理论上我的程式有个特色 程式 越短越好 所以都没有几行 大概顶多 有的时候甚至两三行就把一个问题解决了 OK 然后呢 程式逻辑越直觉越好 OK 大概是这样 你们慢慢体会 而且我写出来程式 有我自己的特色 一定都跟别人不一样 不是说别人不对 也不是说我不对 因为程式没有标准答案 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只要能够电脑理解的话 都可以 OK 哪怕你自己未来要改 也都没有问题 所以慢慢 我觉得按部就班 给各位一个比较直觉的思考方向 我不建议你们用背的 然后你要 第一个我建议你们要喜欢这个课程 而且愿意不断的复习 那再来的话 参考用书 大概会有几本 第一本就这一个 468张 因为他把Excel 250几个函数 把它编成468个范例 OK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这本稍微看一下 里面的话 其实 但它缺点是没有VBA OK 就是都用函数解 但是後來有些我會用它的題目 但是我用直接VBA解就好了 甚至我都不要用函數 因為我覺得用函數反而麻煩 太麻煩了 至於你要怎麼樣去學習VBA 可能我們課程重點還是在實作部分 因為很多人看了書之後 還是不會寫 還是看不懂 不是看不懂 看懂了但是做不出來 所以我後來發現 我應該要把時間用在最關鍵的地方 你們看了 看不懂沒有 我教你做就好了 你做得出來其實你就懂了 因為你不會的話 你再怎麼樣 你看再久還是沒有 像程式中一定要以實戰為主 所以我會教各位怎麼做 OK 然後後面的話我們就分成五大類 就是從文字與資料 邏輯日期時間 數學這個可能三角有點理論 我們可能會改成統計 檢視與參照 這個最常用上VILO函數 按部就班的 從函數漸進到VBA 所以待會請各位 先幫我開啟 這個下載網路的那個範例檔 然後開啟範例檔 剛剛有講過就下載解壓說 開啟第一個 文字與資料函數這個範例題 那這一題的話呢 裡面大概第一個問題 其實相當前 這之前我們針對某一家那個電線公司設計的 那主要就是說呢 他要把這個一個很多欄的資料 有三個欄的資料 要把它合併在同一欄裡面 這個手機號碼這邊 把這三個欄變成一個手機完整的資料 那規則就是0911 一個減的符號084007 但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我三位數要怎麼補一個零 那當然呢 裡面有用這邊有提示 REP加LN或者其他方法都OK 那我們可以先用函數 然後公式 然後你再想想看 我後面會再講到聚集和VBA 所以請各位先開啟這一題 畫面先還給各位 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第一個的話 未來當然第一個 你如果剛剛填了問卷 再來就下載範例檔案 然後講義的部分的話 就看你這個有需要 就把它下載參考一下 那我們待會呢 就直接來看那個文字與資料函數的 第一個練習題 那後面的話 基本上我們還是以那個 就是一個問題為核心 怎麼樣去解決問題 用哪一些函數 或者是說寫VBA 怎麼去寫 那VBA怎麼用會比較簡單 當然我盡量就是跟各位講那個 我咀嚼過之後告訴你 用這個方法就是最簡單了 你之後 當然有同學會問說 老師為什麼你要這樣用 那我就直接跟你講說 這個是我經過多年來的經驗告訴我 這樣子用會是最簡單的 OK 沒有說只能有一種寫法 很多種寫法 但是呢 我可能會跟各位講的就是 我經過多年來的經驗告訴我 這樣子寫會是最簡便的 OK 當然你可以去再接觸一下其他書裡面作者寫的 當然各種方法我都不排斥 OK 你也可以再去找其他的解法 多無所謂 OK 當然也可以提出來討論 我都非常願意 這個同學提的問題 OK 就怕你們沒有問題 因為我怕這個 同學回去 他會經過練習 試一下 那請各位就是把那個翻譯檔的第一個練習題稍微打開 好 剛才乾淨 拔 幾jähr 退 睡 沒有 課